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第三季附水粉溪沙地层 刚才出现的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看到的那个沙纸 就是比我们的这个面粉还要细 我们平时就好像 在豆腐脑里面打隧道一样 在特别软的图体里面 想挖一个隧道特别难 因为我们施工隧道的情况下 是怕软不怕硬 因为你刚才说到 豆腐上打洞 这是我们的一句稀后语 难道这是在现实当中 你们真遭遇了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打一米 然后它会怎么样 就喷水出来吗 还是流沙出来 它随时都有可能 出现这种涂水泳泥 并且是塌方 就随时有可能 就是你正在干活的时候 突然之间一股泥水 就把你给推走了 这173米全是这种 全是这种地址 这种地址呢 被我们地址界称为 国内罕见世界难题 是首次出现 属于六级危言 我们国际上的定的 这样的一个等级当中 最高的等级是几级 以前湖马岭隧道 没有出现之前 最高等级是五级 湖马岭出现了之后 我们现在的危言级别 已经增加到六级了 也就是说 以前世界上 最高的等级是五级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会比五级更加难的 噩梦般的 它有这样的状况 对 蓝宇铁路本来计划 是哪一年通车呢 我们是09年修建 预备是13年开通 实际上是17年 17年的9月29日 差了四年多快五年时间 对 相近五年时间 这就是卡脖子工程 就是两边都修到 就到这坎上 就进步来了 对 对吧